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一句话叫做东施萝卜下吃香 所以今天我们的名厨驾到必须得给大家安排上 我们给大家就要用很多很多的姜来做一道菜 叫做姜焖鸡 而且它是用鸡腿肉 这道菜非常的快手 但是就要用到非常大量的一个姜 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姜的味道 觉得可能有一点辣又有一点呛 但是我跟您保证 这道菜它一点那种非常呛口的姜味都没有 反而是非常浓郁的那种清香清甜的味道 不信您试试咱们跟着大厨一起学起来 大家好 我是郑谦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本期美食达人袁墨初龄11年 曾在多家新级酒店供职 擅长各类简单快手的家常菜 常常用普通的食材搭配出别样的美味 今天我们来制作的是姜焖鸡 对 这边食材分别用到的是鸡腿 姜和玄米辣 现在正值夏季嘛 我们比较适合吃点生姜 冬吃萝卜 夏吃姜 是 所以今天来做这道菜了 那会不会是说姜味很浓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好像不太喜欢吃姜 不会 这个最后做出来是没有姜味的一个姜焖鸡 那姜也太没有存在感了是吧 而且它的量很大哦 哦 真的好 接下来我们第一步做什么 第一步我们先给鸡改刀 食材处理 在中间划一刀 我觉得这种鸡腿好去一点 都很好去 其实 掌握的药力都很好去 你看我们这一刀 你就已经踢到骨头了 看到了吗 嗯 一个技巧 这边就砸一下 然后掰过来 上面的是软骨 嗯 我们把它反过来 用刀轻轻地压着这个骨头 一撇 哦 就整根骨头就下来了 嗯 然后我们稍微刮一刮 然后这边还有一根软骨 我们做这道菜呢 为什么用鸡腿肉呢 是因为鸡腿肉更加嫩 而且这道菜原始的做法 就是用鸡腿肉做的 嗯 我们现在鸡腿已经去好骨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再改造成小块 就是一定要带皮 才好吃 对 要带皮 鸡腿肉 才好吃 对 要带皮 鸡腿肉 鸡切好了以后 我们把生姜一起切掉 嗯 这鸡肉不用腌制吗 不用腌制 我们生姜直接切大片就好了 哇 要这么多姜 对 而且我们的姜是要带皮的 为什么要带皮呢 带皮的姜更香 你看 这个姜啊 真的是要大片的 而且呢要厚些 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小米辣 把它切成段就好了 好 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做好了 起锅烧油 炒制 这个菜 我们是要在里边加麻油 不是加家里边的那个食用油 就可以做 但是没有这个香 我们下麻油之前 一定要让锅充分的热起来 这样子麻油下去 哗 香味就出来了 哦 现在锅热了 麻油要多一点哦 嗯 全部下去 麻油下去以后 把姜全部下去 就是大火煸炒吗 对大火煸炒 哦 这个很考验炒菜师傅的功力的 啊 为什么呢 你看 是不是很考验功力 就考验扛不扛烫是吧 哈哈 我来炒吧 就是我们在这里边加了很多的姜 它就有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 而且姜在用麻油煎完了以后 它会去掉姜的辣味 然后增加很多姜的鲜甜的味道 麻过一会儿 我们这个姜煎完了以后 它的焦褐色很重 就代表它的糖很重 所以才会呈现这个颜色 哦是这样的 就是第一步要慢慢的先把这个姜煎出颜色来 对 我们现在这个生姜已经差不多变色了 看到没有 而且闻到淡淡的甜味啊 对 就是它没有那种辛辣的感觉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鸡直接放下去煸炒了 直接下鸡 不用下任何调料 直接下去煸炒 我们现在这个鸡肉已经炒变色了 你看这边都已经焦黄了 对就是已经几乎完全断生了 对 对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加生抽 我们生抽下去以后啊 一定要是大火 两块给它去炒 把生抽的香味全部都炒出来 香味已经很浓郁了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下糖 好 翻炒 好 我们现在可以加一点点老抽 调色一点点就可以了 一点点 对 够了 我们现在在里面稍微加一点点水 好 已经够了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 这个小米椒 放进去 然后不用管它了 盖盖子 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 姜焖鸡 就是一个焖很重要 对 锅盖一盖 然后它的鲜味是跑不掉的 它的鸡香味是跑不掉的 全部锁在里面了 我们这个时长不用长 差不多一分钟左右 刚刚倒进去的那一点点水 全部烧干了就好了 但是这个整个中间在炒制和闷制的过程 都是要大火 对 要有这种滋啦滋啦的声音 现在差不多已经好了 好 我们先关火 开盖子 就可以出锅了 尝一下这个姜焖鸡 有生姜的味道吗 真的没有 是 我觉得圆末炒菜有一个特点 它会让所有的香气都变得很自然 我们通过最后焖的这个手法 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调味品的味道 全部融入到鸡肉当中了 所以我们回家其实也可以用鸡翅啊 或者鸡腿啊或者整的鸡 我们都可以去做 对 千万要记住 鸡肉一定要焖着吃才更加好吃 所以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道菜的制作要点 要想做好这道鲜嫩入味的姜焖鸡 最好选用鸡腿肉 因为鸡腿肉肉质细嫩 去骨后改刀也更易入味 此外 姜片的煸炒也很重要 一定要用麻油将姜片煸至焦黄色 这样可以更好的激发姜片的香味 让鸡肉更入味 或者过去鸡肉质 再放一会儿 就好了 再放一会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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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放一会儿 给鸡肉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